同學很開心跟你一起來學習這個單元 這個單元我們要學的是 圓的一般式 也就是說我們要學的是把之前圓的標準式去展開 整理出一個二圓二次的方程式 那麼我們可以導出圓的一般式 這是第一個步驟 第二個步驟呢 我們可以把圓的一般式 也就是二圓二次的方式 配方還原成標準式 那麼這個時候我們可以找出它的圓心或者是半徑 而且呢我們可以發現二圓二次方程式 不一定全然都是圓喔 有些可能也是退化成一個點 甚至是無圖形呢 同學期待今天的課程吧 圓的一般式是這樣子來的囉 就是說我們從之前圓的標準式 誒同學你看這個hk就是圓心坐標 這個r呢就是半徑長 我把這樣的標準式展開 會長這個樣子 你看喔s-h的平方展開 那不就是s-2hx加h方等等 y-k的平方展開 在這裡把r平方移過來 變成-r平方 所以這裡等號的右邊就沒有東西了 所以它等於0 所以呢我把這個-2h 我就把它叫做d 然後呢-2k我就把它叫做1 至於剩下的一堆常數呢 h平方加k平方-r平方 我就把它呢叫做f 所以這個式子就可以長成這個樣子 s平方加y平方加dx加1y加f等於0 那麼這樣的二圓二次方程式呢 我們稱為圓的一般式喔 剛剛老師圓的一般式呢 是寫成x平方加y平方加dx加ey加f等於0 那麼因為大寫的def比較麻煩一點 所以以後呢各版本的課本啦 或是講義啦或是教材啦 像老師這裡的教材也是喔 就把def用小寫來表示這樣比較好書寫 所以呢長的這個樣子 x平方加y平方加dx加ey加f等於0 那麼我們把它叫做圓的一般式 接下來喔老師要做這樣的配方 我把這樣的一般式配回去標準式 也就是x平方跟這個dx把它們兩個刮起來 y平方跟1y把它刮起來 把這個f常數移到等號的右邊去 那就叫-f囉 接下來呢我們呢就把這個係數 在這邊這個係數除以2 然後再平方就是四分之第一平方 同樣的道理這邊有個四分之一平方 不過在配方的時候這個數跟這個數是多出來的 所以你等號的右邊也要補一樣的數 四分之低平方 還有四分之一平方 接下來呢我們等號的左邊 就可以變成x加二分之一的平方 加上y加二分之一的平方 至於呢等號的右邊我可以再稍4整理一下 把它分母全部弄成4 好所以這個f就會弄到分子去 所以就有4f 所以等號的右邊就會長成你看喔 四分之低方加一方-4f 那麼這個式子其實跟我們之前的 原標準式去做比較一下 我可以知道原型其實就在這裡 -二分之第一-二分之一 至於這個就是r平方 所以開根號就是半徑 所以我就把它開根號 所以你看喔 這括號裡面這個二分之根號 低方加一方-4f 那麼這個就是半徑喔 所以老師再把剛剛說明的整理一下 原型呢 q就是-二分之一-二分之一 半徑呢就是二分之一的根號 低方加一方-4f 很多同學甚至很多老師 都會叫同學把這樣的圓的一般式 最後配成圓心的座標跟半徑 去把它背起來當成公式 那這個老師不排斥 就看同學怎麼樣去做 呃背送囉 好接下來呢 這個d平方加1平方-4f 是我要討論的 它一定要大於0 開根號才會是時數 才會有半徑嘛 所以這個d平方加1平方-4f 我們把它稱為圓的判別式 我們會用一個大寫d來表示 當判別式d大於0的時候 那麼它可以開根啊 所以它就是一個圓 圓心在這裡 -二分之一-二分之一 至於半徑呢 就是二分之一的根號 d方加1方-4f 當大寫d等於0的時候 它的圖形是一個點 哦因為判別式這個等於0嘛 所以0的話開根號還是0 除以2還是0對不對 所以只剩下那個點的座標 就是之前的圓心座標 那這個只剩下一個點 甚至呢 到了判別式小於0的時候 這個時候就沒有圖形 因為小於0開根不屬於時數 那沒有圖形 我們也可以把它叫做虛圓 虛數的虛 虛圓 好老師來講一下 這樣圓的一般是 有哪些應用問題呢 好這個題目是說 求圓2s平方加2y平方-6x加4y加5等於0 要求這樣的圓形Q還有半徑R 同學你小心哦 你記得嗎 剛剛老師在導圓的一般式的時候 aks平方跟y平方前面是沒有2的哦 所以這裡有點在 嗯讓你誤入陷阱的味道 所以第一步同學要先把它除以2哦 好把它長成這個樣子 好再來呢 同學可以靠配方 也可以去背送剛剛的公式 那麼這裡老師做的是用配方 所以呢 s平方跟這個-3s配在一起 y平方跟加2y配在一起 把這個2分之5移過來 會變成負的2分之5 接下來呢 就開始做配方的動作囉 所以配成這個樣子 好配成這個樣子呢 我們就可以知道 哦 圓形呢 就是2分之3還有-1 半徑呢 就把它開根號 也就是2分之3 那麼這邊有一個小小的圓 就是這個圓形跟半徑囉 好那麼這是第一個例題 第二個例題呢 稍微困難一點點 好我們假設有一個s平方加y平方 加上兩倍的k-1s-2ky 加上3k-2等於0 哦這長的就是圓的一般式 但是我們現在 無法確定aks跟y 還有常數這個數值 因為我k不曉得嘛 我們要就k值來討論 如果呢 這個式子呢 是一個點 那k的值會長什麼樣 如果這個式子呢 是一個圓 或是這個 如果是一個圓 我們要求 那麼它最大的半徑 到底來到多少呢 同學 以下就跟著老師一起來學習 發揮你的耐心 如果你現在看不下去影片 請你把它按暫停 過了1分鐘 2分鐘 3分鐘 再回來看看 老師會把所有知道的東西 都清楚的表達給你知道哦 要考慮圓的判別式囉 圓的判別式 剛剛不是說 d平方加1平方-4f嗎 也就是aks的係數 就是d平方 把它平方囉 y的係數就是1 1平方-2 減掉 這個就是f 把他乘以4倍 好我們去畫減一下 好 畫減一下會長這個樣子 哦 欸還蠻好看的不4倍括號 一個括號等於0 等於0的話我就可以算出什麼來 算出k來了 所以是1還有-3 也就是說如果是一個點的話 k就是1跟-3 好第二個 如果一個圓的時候會怎麼樣呢 如果一個圓的時候 那判別式不就要怎麼樣 大於0對不對 大於0的話 那這個判別式要大於0 那我就同除以-4 那同除以-4就會變小於0 所以再去做因式分解 最後呢 我就可以算出k的範圍 是介於1還有-3之間 也就是大於-3 小於1 那這就是表示一個圓k 它的範圍啦 接下來呢 如果是一個圓 我要算最大的半徑 那麼我們呢 就去配方 剛剛r呢 不就是1 2分之1 根號的大寫d嗎 所以大寫d我要去配方嘛 配方 所以呢 剛剛那個 前面那個係數為什麼不見 因為除掉了嘛 除了同學可以再按回去看看 那個被除掉了 所以根號的剩下大寫d 長這個樣子 那這個樣子我要算最大半徑對不對 所以我是把它呢 去做個配方 配成-的括號 k加1的平方加4 也就是當k等於-1的時候 這個時候有最大半徑4 開根號 那也就是最大半徑2囉 所以我們就完成這個比較進階的問題囉 這個小節最後一個例子 這一題非常的經典哦 是有這樣的問題哦 那麼我們要求通過A點 B點 C點 這三個點的圓方程式 通常呢 我們如果已經知道了三個點要過圓 好這樣的方式 那麼第一步我們會假設 這個圓叫做一般式 也就是設它s平方加y平方 加dx加y加f等於0 接下來同學就要做苦工囉 我們就把三個點A B C 分別帶入這個方式的sy 所以第一個00帶進去 哦沒了沒了沒了 只剩f所以f等於0 好第二個跟第三個 依此類推把04帶到sy 把33帶到sy 所以我們就可以去解除 D E F這樣的位置數了 好所以最後呢 我們得到d叫做-2 好1叫做-4 至於f叫做0 那麼這樣的方式 我們就出來了哦 也就是你看 好這樣的方式在這裡哦 s平方加y平方 減2ax減4y等於0 所以我們就完成了 那麼有些同學會說 老師我可不可以用國中的方法 當然可以啊 國中怎麼做的呢 你可以先做AB 這個直線 它的中垂線把它算出來 再做AC的中垂線把它算出來 這兩條中垂線 再去解連力 就是圓心坐標 圓心坐標到任何一個點的距離 就是半徑 那麼你就可以搭配 之前老師所講圓的標準式 去寫出語言的方程式囉 謝謝同學今天跟著老師一起 學習這個單元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